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剩下两个多礼拜了 所以在整个的尤其是疫情 目前看起来的比较重灾区是桃园 桃园市了 还包括这个部分可能稍微的防疫的措施 得要再加紧一点 那这个中央一些相关的防疫的准备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要非常重要 好那未来这个礼拜的话 除了这个疫情会是关键的时刻之外 这个天气部分的话阴阴雨雨 好所以过去这个周末 这个如果说可以出去走走的话 会感觉上还蛮幸运的 又把握住这个天气 好天气的状况 否则的话 未来的这几天看起来的话 都是最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 加上华南云雨区东雨影响的关系 所以各个地方都有雨 尤其是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的话 未来一个周都是是两个天气状况 那当然没有像是冷气团那么冷 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体感温度感觉起来也是凉的 所以大概北部的温度 大概14度左右的低温 就低的时候 那中南部比较不受影响 但是早晚温差也是来得大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需要稍微注意 那北部地区的话 这一两天大概降雨剧率的话 那几乎是百分之百 今天像是这个北北基 百分之百 陶竹苗百分之六十到一百 那这个中南部地区的话 就是零零星星 好所以这大家来看 是有关于最近的 这一两天的天气状况 那中南部的话 虽然空气非常的稳 天气非常的稳定 但空气品质还是不好 所以高平地区的空屋 这感觉显然 目前的话 这是橘色提醒 好所以敏感族群朋友的话 还是要稍微注意 OK好 所以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 等于是在北部东半部的话 要先例准备 未来一个礼拜的话 都是天气不是那么好 那如果说开始要办起年货来了 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天气状况 下雨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这个塞车啦 干嘛的 不过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到底这个春节假期 该怎么准备 要出去吃饭呢 还是大家团圆 要出去玩耍呢 还是在家呢 大家晚一点桌游啦 家庭活动呢 可能都要随时要有应变措施了 包括一些餐饮 观光旅游服务业 我想都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有关于讲到天气的状况 那讲到天气的话呢 最近这一两天 又比较重大的 这个除了气候之外的一些 等于是地球的气候的现象 一个这是发生在东家的海底的火山爆发 那这个火山爆发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已经连续两天噴发 这个大规模的状况 从卫星俯瞰地球都会看到整个的爆炸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炸弹爆炸的感觉 像那个驯撞云 好 那这个就画面上面开始很壮观 但是就这个影响看 上面来看的话呢 目前的东家的首都 叫努瓦楼这个地方 努瓦楼发部分地区的话呢 已经造成损害海啸 一度淹没了这个首都 所以他们的国王目前的话呢 事实上已经撤离 这个撤到呢 他的远离海边的别墅 去避难 那另外的话呢 整个东家的电力也中断 对外通讯的话呢 因此而这个被切断了 那目前看起来 整个的目前 虽然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不幸好说是没有人员的伤亡 那现在东家的 不只是海底的这个火山喷发 自己的国家受到影响 等于是呢 这个周边的邻国都听到 这个火山爆发的声音巨浪 这个袭击了很多的周边的 这个太平洋 往外扩很多的一些周边的国家 所以呢 在这个这一两天当中 日本 纽西兰 斐济 万纳渡 智利 澳洲 美国 跟加拿大 到这么远 都一度呢 发布了海啸警报 只是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 应该这个虚惊一场 那但是呢 像是日本 日本的话呢 沿海呢 事实上是有淹水的状况 美国也是 那有些船只 因为呢 大浪的关系 还造成翻覆 只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都没有啊 这个人员伤亡的消息出现 但是呢 大烟水啦 而且呢 这个警报啊 这个发布 其实还是这个情况蛮严重的 那我们的邦交国 几乎都在 这个太平洋岛国嘛 所以包括的是 呃 帛琉啦 马绍尔群岛 土鲁藩 还有诺罗 这几个国家 呃 这个我们也都去电 而关心他们的状况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他反而都没有发布 这个海啸警报 那反而是我们刚刚讲到 周边的这些 国家啊 这个比较大的国家 他反而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海啸警报 这个导致一阵的 这个担忧 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现在呢 这个东家最新的状况 那他的一个余波荡漾 所以纽西兰跟澳洲 都打算这一两天 尽快的啊 这个派军去协助 而且的话呢 会去空拍 这个相关的状况 看看呢 到底的损伤如何 那虽然啊 这个火山爆发 这个就算停止了之后 火山灰 这个对于一些生态的影响 对于一些水源 干净水源的一些污染 都会是呢 这个后续呢 比较棘手的问题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看起来不晓得 什么原因造成的 也还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 能够尽量的 对于生态 地球的保护 能够做到的 还是得要尽量的做到了 毕竟我们希望留给下一代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球 好 我们看到了礼拜二的时候回过头来看 礼拜一的数字都会大爆量啊 那呃 不晓得这个礼拜是不是也是啊 但是礼拜一还是稍微呃 观察一下 参考一下 那尤其呢来看看这个周末假期的状况 我们先看这个上个礼拜 等于是礼拜六的时候数字的话呢 比较是累积一个礼拜的 而且呢 而基本上还有在通报了啊 那所以呢 这个上个礼拜六的数字呢 是蛮吓人的 325万人单日新增啊 这个全球的感染人数是这个样子的 呃 所以呢 等于是一路往上走 上个礼拜的话呢 到我们上个礼拜五 在讲的时候还是两百多万啊 260 270 但是呢 到礼拜六的数字的话呢 已经是325 好 那这个礼拜天是243 今天的话呢 是185 好 那这个 整个的疫情的扩散啊 目前看起来就是还是在扩散中 还没有到顶了 那所以美国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 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的数字也是最 呃 就是一个礼拜来的最高 是84万人 但是到了周末的话呢 呃 礼拜天60 今天的话呢 是21万人啊 所以呢 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再累计更多的通报 呃 所以美国还是一个重灾区 那再来的话呢 嗯 其实现在已经每个地方啊 这个几乎都是在升温当中啊 所以很难讲说 呃 这个别的地方 有多安全 只是说呢 人数最多的地方呢 也还是倾向于呢 这个美国跟欧洲啊 但是呢 另外的话呢 南美洲的国家呢 也有呃 这个增加的 呃 那台呃 这亚洲地区的话呢 印度也是啊 什么就区域来看的话呢 很快的扫描一下啊 这个在美国之外的话呢 墨西哥也增加啊 增加到了4万7 加拿大呢 1万9 加拿大连日来都是2万多 那今天是1万9 所以呢 北美地区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也是不断的在升温 南美的话呢 更明显 它是不断的扩散啊 南美的国家 本来说阿根提呢 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来说 呃 就是疫情比较严重 那接下来本来一度平缓的 巴西现在也起来了啊 但是呢 在今天看到的这个相关数字啊 呃 先不讲阿根提在礼拜六的时候 13万啊 其实蛮多的 今天的话呢 是6万5啊 那另外的话呢 巴西啊 这个周末是11万啊 高的时候 今天是2万4 那哥伦比亚呢 连续三天3万多 那秘鲁啊 这个也就是秘鲁在周末的时候 看起来呢 也是3万多4万啊 这个数字 那另外波利维亚 厄瓜多啊 这个乌乌拉圭啊 等等的国家呢 现在都是破万的啊 所以呢 等于是呃 破万的国家呢 在南美洲啊 也越来越多了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呃 整个美洲的状况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欧洲 欧洲的话呢 在这个周末啊 这个包括法国意大利 那看起来啊 这法国连续几天三十几万啊 那今天数字稍微下来一点点 27万 那意大利都十几万 而英国也差不多 英国今天下来一点点是7万 而意大利是14万 那另外呢 那依旧蛮严峻的 像是德国都是六七万啦 葡萄牙三四万啊 这荷兰三万多等等啊 所以呢 在今天看起来 整个的欧洲啊 这个在周末 我看到有单日新增啊 17个国家破万的 那今天的话呢 是13个国家破万 呃 这个包括 除了我们刚讲到什么 德国 葡萄牙荷兰呃 俄罗斯啦 丹麦啦 西班牙啊 西班牙啊 比利时等等啊 都是呢很多 常常是破两万破三万的啊 那一万多的国家像什么奥地利亚 爱尔兰 塞尔维亚乌克兰等等的 好所以呢 不去赘述了啊 这个看起来目前的话呢 简单说就还是在扩散当中 而且扩散的同时就说往外扩啊 这个染疫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同时 染疫的数字在每一个国家当中 也是不断的累积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啊 那这个是欧洲 呃 亚洲也是啊 这个亚洲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呢 呃今天的数字就已经呃 比起上个周末啊 就已经来得更加严重了 呃 光是破万的国家在亚洲 已经累积到了7个国家了 呃包括印度啊 是个20这个周末 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包括今天都是二十几万人单日新增啊 今天是25万 呃所以呢是最严重的国家印度啊 所以呢他等于是掌控了一段时间的 现在突然之间的爆大量 那土耳其维持的呢 都是在五六万 那菲律宾是最近的过去这个礼拜呢 呃暴增的 他现在到了三万多人的单日新增感染 以色列的呢一万八 那在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日本的话呢 已经连续三天这个周末呢 这个都是两万多人 突然之间啊就暴增了两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好那越南一万五 哈萨克一万三 泰国八千多啊 那很多的国家都是五千多的呃上下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啊来讯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亚洲地区啊 那在这个周末看起来的话呢 是快速的扩散啊 目前呢有七个国家的话呢 都是破万的 那当中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感觉上最接近的啊 这个是日本 呃日本的话呢 就是往来最多啊 他也是扩张到了两万两千多啊 所以也是快速的啊 这个就是累积增加了 那以色列一万八啊 这个越南一万五嘛 我刚讲到说有几个一些国家啊 像泰国八千多 那像是呃乔治亚啊 这个沙尔地阿拉伯 孟加拉里巴嫩啊等等的话 都是五千多 那现在南韩的话呢 也是啊 这个四千多 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确实啊 这个就是呃扩散 那亚洲的扩散感觉上比较缓慢一点啊 那他这个暴增的数量啊 这个嗯 除了印度啊 看起来特别的高之外 呃这个也算是比起其他的欧美国家来说 事实上是来的缓慢一些了啊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嗯 这个就是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啊 尤其是我们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比较是特别注意啊 落地塞的呢 是长程航班 但是呢 短程航班啊 在我们这个呃附近啊 这比较临近的啊 这个比如说三五个小时 两个小时到达的了的啊 嗯 虽然看起来比起哦 这个欧美来的缓和 但是啊 这一重了也就是重了啊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要稍微注意 那中国大陆的话呢 是一百一十九 呃台湾的话呢 是五十一 那中国大陆不用说哦 因为他们现在今天开始啊 这个春运开始是地表当中最大的移动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冬季奥运啊 也是即将要讲开了 那所以呢 这些部分都让啊 这个中国大陆目前为止啊 这个疫情的话呢 都还是倾向于呢 呃动态清零啊 因为中国大陆的话 他们春运啊 一动的话呢 就是十几亿人口要动 呃这个 其实 虽然他们不断的啊 这个劝说要在地过年 但是目前看起来啊 他们讲到说呢 这个运送的人次啊 大概是十一点八亿人 比起去年的话呢 还是增加三成 但是因为去年还是在疫情期间啊 那所以啊 这个部分其实比起过去来说的话呢 而就比较缓和 但是比起去年来说是多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又要怕啊 国际当中要参加欧运的人 带进啊 这个疫情 又要担心呢 里面的部分的话呢 不断的扩散啊 所以这个部分 对于呃 这个中国大陆来说 确实目前是一个最棘手险峻啊 这个必须要紧绷的时间 我想这是为什么 他们要清零的原因啊 但是很多的国家呢 看起来目前 呃我想每个国家 就每个国家不同的国情啦 跟民情跟选择啊 大家也都各自采取不同的因应 方式像比利时的话呢 就是专家不断的认为啊 呼吁 就是说看目前的状况啊 大家可能必须要去学习 跟病毒共存 未来的话呢 可能每一年都需要接种疫苗啊 这个是呃 比利时的病毒专家啊 这个欧盟的执委会的疫情顾问啊 这个叫皮欧特 他特别说的 但是啊 这个我想还有之所以会这样子强调 跟目前有些欧洲国家的话呢 其实手段啊 也还蛮严峻的 是有关的 呃欧洲一般来看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一两年 比较是倾向于跟病毒共存啊 呃 像是英国到目前为止 应该也还都是啊 包括去年的呃 耶旦节 跨年都是 这个像荷兰 荷兰的话呢 就是比较采取严峻的啊 这个像这个封城锁国的状态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另外一个呢 也开始啊 就是考虑之后 也打算要去呃 严格的啊 去执行的 像是奥地利 奥地利的话呢 他们在呃 从二月份要实施呢 其实一直争议很多 但最后还是排版定案 决定强制接种疫苗 就所有的成年人啊 都必须啊 必须要接种疫苗 就除了孕妇啦 呃 因为过敏啦 器官移植的等等的 健康理由不能接种的 还有因为你已经确诊了 呃六个月之内啊 等于是康复六个月之内的人之外 就像这乔科维奇啦 乔科维奇他不是刚刚确诊吗 他就说他有这个啊 疫苗的豁免 豁免权啊 但是他其实在澳洲 现在还是决定被踢出去了 呃 因为对于澳洲来说的话呢 目前啊 我们刚刚没有讲澳洲 澳洲也都是十几万啊 他今天比较低一点点是八万 那澳洲之所以最后还是把乔科维奇踢出去啊 呃 争论了十天左右吧 是因为他如果可以进来的话呢 呃现在澳洲也开始兴起一些人的是 嗯不想要打疫苗的 他们认为会鼓励反疫苗人士呢 就得到了这个鼓舞 因为呃 乔科维奇除了啊 他这一次刚刚确诊没有打疫苗之外 他其实整个过去也两年多 他都是都是一个所谓的反疫苗的主张者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有打过疫苗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演义三次了啊 那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每个国家不一样啊 像澳洲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担心乔科维奇把这样的一个气氛啊 这个带进来 所以呢最后 而就在昨天 最后还是决定把他驱逐出境啊 那这个部分 其实反映出每个国家不同的选择 也有人批评澳洲这个一团乱了 就你真的 嗯 要这么严格的话 你当时就不应该发给乔科维奇签证 我觉得也是啊 那就呃 发了以后来这边然后还在这个官司啊 这个一审又判乔科维奇胜诉 然后接下来又又博回他的上诉等等等了啊 好 那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呢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状况 我们刚讲奥地利啊 那他们呢就要求 除了我们刚讲到的这些 少数族群之外 所有住在奥地利18岁以上的成年人 都必须要呢 强制接种 OK好 那这个强制接种的话 不晓得接下来是不是加强 所以你得要强制啊 这个就是奥地利 那另外的话呢 除了奥地利之外呢 法国最近最近呢 也是采取比较强制的做法 他是推疫苗护照 那这个疫苗护照的话 也几乎就等于是强制要求你要去打嘛 否则你不打的话呢 你就很多地方不能去 那这个法国人当然就上街头抗议啊 这个抗议说我们这个民权 我们的自由遭到剥夺了 但是呢 我看这个啊 马克宏也是吃了蹭土铁了心了啊 法国国会在最终是上个啊 是今天啊 所以批准啊 马克宏所提出来的这个强制要求的啊 这个疫苗护照 那马克宏讲的很白 他说我就是要让你觉得生活不方便 因为我没有办法强制你一定要注射 所以这跟奥地利不一样 我们也强制你 但是呢 我要让你觉得不方便 我甚至要惹毛你啊 让你觉得说去餐厅也不行啊 看展览也不行啊 听个歌剧呢 也要打 所以你就会乖乖的自愿的 自动的啊 这个去注射疫苗 ok好 所以呢 就是不同的国家对于他们能够忍受的啊 这个强制的程度啊 这个防疫出自对他们的生活所侵扰的程度啊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地方啊 几乎都有一些不赞成的啊 反反对的啊 这个争议的部分 ok 我想呢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的呃 染疫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随着我们的染疫人数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讨论跟争议啊 我觉得社会当中也必须要去沟通啊 比方说疫苗护照到底要不要推 那现在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打算在学校里面先推 那一般的民间呢 餐厅呢 一些呢 公共服务的地方呢 要不要出示呢 疫苗护照呢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次提大 我们休息一下呢 再回来继续聊 好回到来训时经啊 那是讲到了台湾的疫情了 这个台湾的疫情的话呢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从机场开始往外扩嘛 那是机场往外扩之后的话呢 这个推车员 推车员是居服员 居服员之后的话呢 就是联邦银行 联邦银行之后的话呢 就是西提 这个西餐厅 那因为联邦银行的人 他们呢 员工这个年终聚会 尾牙 就去了西提 那这个西提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是现在的这些一连串下的传播链当中 呃 最活跃的一条传播链 也是最新被发现的 而且呢 现在陆陆续续的话呢 呃 确定确诊呢 都是来自于西提 好像昨天的话 这个昨天53例里面呢 本土的是有13例 13例里面的话呢 有11例 都是来自于西提西餐厅 好 那这个西提西餐厅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比较伤脑筋的部分啊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嗯 你显示出来了啊 这个 这个 嗯 Omicron真的是传播力非常的强啊 呃 零桌的啊 就你去那边吃饭啊 这个联邦啊 银行的人 他们呢 因为同桌染疫 你还可以理解啊 那但是这几天下 第一个隔壁桌的也会染疫 那第二个的话呢 呃 隔几天也会染疫啊 比方说你是 但是他们是1月7号聚餐嘛啊 1月9号去的呢 一对情侣 这个一对情侣是1月7号的隔桌 1月9号去的呢 有一个人 他也染疫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是 Omicron 他可能显然的啊 他传播速度快啊 这个距离这部分 可能真的是要拉开一点 再来的话呢 他对于环境污染 如果呢 你没有很注意的话呢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 留下来的病毒啊 即便隔两天 是隔两天的话呢 都会啊 这个染疫 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环境 是人 比方说服务员 他可能养疫了 没有被发现 他持续的服务大家 那然后隔两天 他接触到了服务员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确实似乎有这样的倾向 因为当中的话呢 有工读生 那这工读生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 是把这个City 西餐厅的传播链啊 往外扩散呢 目前大家呢 可能最担心的地方啊 因为呢 这个呃 这个工读生啊 他中间是新竹的明星 科大的师生啊 是把他从呃 这个桃园带到了新竹 好所以呢 得到新竹之后的话呢 问题可能就更大了 这个就是新竹的竹科 是一个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啊 的等等的这些公司的聚落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呃 有点拉紧爆的感觉啊 那包括呢 在桃园这个部分的话 呃 现在什么人保评证厂 有两个员工染疫 呃 ok好 所以一连串下来的话呢 呃 整个的呃 像是相关的科学园区啊 他们呢 像是人保啊 这个人保昨天的话呢 他就评证厂啊 因为两名员工确诊 紧急召回了全场1500个员工呢 来进行筛检 ok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讲到的是吸体啊 这个餐厅所引发的啊 包括用餐的客人 包括的服务生啊 目前看起来都有染疫的状况 都往外扩 好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今天看起来很多北台湾的呃 金控公司电信公司等等啊 都改为居家上班 包括像什么中信金啦 国泰金 富邦金 玉山金 台歌大 中华电信 远传等等企业就宣布启动 北台湾的员工居家上班 那另外的话呢 有些金控的话呢 决定分流弹性上班 包括像是华南金 还有的第一金等等啊 那这个另外的话呢 新光金 台新金跟赵峰金也打算规划 接下来的话呢 要居家上班 呃 另外的话我们刚讲到 像高科技业啊 也是一阵紧张 广达音业达 红海旗下的红柏台达店 还有呢 华兴 立华等等啊 都目前的考虑啊 这个在桃园的部分啊 要开始呢 分区分层分流上班 跨区的话呢 禁止移动 禁止外来访客等等 好所以呢 大家看起来都有点绷紧神经了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属于呢 有关于吸体啊 这还包括了整个桃园 因为吸体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大概已经累计了燃疫22个了啊 那整个的话呢 桃园机场所累计大概已经七八十个左右 快要破百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还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新的新的可能呢 会不会引发传染链啊 他是来自于桃园机场的第一例 检疫人员确诊 就他帮别人筛检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确诊了 那所以呢 这个代表的是他的防护 这个装备显然是不够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那尤其呢 在机场工作的这一些警疫人员 似乎呢多所抱怨啊 我们刚刚 所以我们这几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呢 有一些是在第一线 为我们呢 守住边境的人 在那边工作的人 你得要让他呢 呃风险降低才可以啊 否则的话呢 呃清洁员啦 推车员啦 呃这个医护人员啦 这个防疫旅馆的啊 这些工作人员啦 现在出现的是检疫的人员啊 那他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讲到说要按标准的隔离衣啊 说兔宝包装 只有医院的裁剪人员才穿啊 那但是呢 在其他地方的呢 裁剪人员呢 都呃可能是因为不够的关系吧 他们说呢 被降级为包覆度不足的防水隔离衣 那所以他们认为呢 呃这个部分是他们染疫啊 这个同仁染疫的原因之一 不过啊这个昨天呢 指挥官陈时中说没有关系 那但是没有关系的话呢 他为什么会感染呢 呃感染源不明 这是陈时中的说法了啊 但是我觉得要找出个呃 源头来吧 因为毕竟第一个还是在机场 所以如果你源头不明 他那个破洞还在 他就很可能会继续燃 呃让在这个机场出入的人会染疫嘛 那毕竟现在还是啊 这个春节回来的啊 高峰期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你会让这些去呃 担任啊 这个第一线检疫的这些工作人员 觉得呃不叫而占为之杀 那把我推上啊 这个防疫的战场 但是并没有给我充分的啊 这个武器跟装备 我觉得这部分呢 是非常的呃呃 不道德的了 那所以呢到底是为什么 那如果不是因为装备不足的话呢 原因是什么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必须要去查明 而且现在的话呢 尽可能如果不是 但是呢至少他们反映说 他们认为他自己的装备不足 所以呢我就尽可能的 要能够去呃加强他的装备啊 OK好 所以呢这是呃 在这个机场的检疫人员出现第一例啊 他的染疫状况 好所以呢目前就是有关于啊 这个在春节前的两个礼拜啊 目前我们的疫情的状况 所以呢现在还算是北台湾 但是北台湾也开始往外啊 延延烧了 新北跟双北最近目前等于是新北 跟台北市目前的呃 演绎的人数并没有扩大 哦所以这部分看起来有 一点点止止住的感觉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 希望能够度过 那但是桃园跟新竹 这个部分的话呢呃 就要特别注意了 他会不会再往外扩 哦我想呢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企业的积极的啊 都开始进行呢 居家啦分层啦分流啦等等的原因啊 那呃我想这个服务也应该做好一些呢 万全的春节的应变的呃做法 回到乃轩时经啊那针对呢呃 这个台湾也算是慢慢的扩散了 这个扩散的幅度跟速度啊 这个数量啊这个虽然没有欧美国家多 但是对台湾来说就是一直守的还蛮严的嘛啊 尤其现在也是春节快要到了 所以大家呃反应呢都是比较这个呃紧张的啊 那但是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呃 这个针对啊这个企业开始采取了一些呃 居家上班了呃分流了啊 这个分层了啊这个分区等等的话 呃陈书中也讲了啊他说呢呃不反对啊 这些企业呢做超前的准备啊 但是希望呢对于民众的服务不要停 社会呢可以正常运作 那我们的呃前副总统呢这个陈建仁也特别提到啊 他说呢别害怕跟病毒共存啊 呃OK我觉得是啦 我就目前依照Omicron的一个状况来看 第一个他速度很快啊这个传播的范围很广啊 你真要挡也未必挡得住 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他的整个目前看起来呃打了疫苗之后啊 他的呃这个目前的染疫啊之后的一个症状啊 相较来看也是啊比较轻症无症状 就是我看一下昨天比方说我昨天看前一天 我们不是增加六个人确诊吗啊 那这个本土的感染当中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呃只要是打了疫苗的话呢 突破性感染的啊他有四个 那这有两个是没有打疫苗的 但是呢没有打疫苗的就有一些症状 比方说发烧啦呃头痛啦呃呃这个灶热啦啊 那然后呢全身就是呃红红的啦啊 那但是你要打了疫苗的染疫的话呢 都无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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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所以呢呃他有好有坏啊 就无症状的话呢大家无点他身上还有病毒 那所以他可能呃在路上走啊 如果你真的没有去塞他的话 你真的不会知道 我想他可能这个传播来说的话呢 就更可会成可能会成为漏洞 所以这就群体来看的话呢 无症状不见得是好处 他可能会让他更快速的传播 但反过来说他传播了以后呢 若说你只要打了疫苗 他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症状很轻了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 我觉得呃跟病毒共存这个心态 可能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可以去接受 但是重点在于说 那所以如果你要让大家可以去接受 染了一眼无所谓的话 你得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政府 第一个你要有疫苗 因为打了疫苗之后 他确实目前看起来呃没有办法预防 但是呢他基本上是轻症无症状的居多 所以你这个疫苗就要够 那否则的话呢第二剂打完就防护力下降 那第三剂呢第四剂呢 那呃这个这两天来的146剂的AZ 事实上目前证明起来 他的防护力对Omicron是不够的 那所以呢全球现在也不太打AZ了 那所以呢比较需求多的都是mRNA 那所以我们mRNA够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疫苗够不够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你要让大家觉得说我就算轻症 我也不用担心 所以口服药很重要哦 所以先天我们不断在讲说呢 口服药 呃我们买了一万人份啊 这什么意思呢 那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呃 可能大家讲了讲啊 这个政府有听一句 他增加了增加到了两万人份啊 我觉得可以再多哦 那因为呢三月份啊会来啊 这个陈宗这两天保证啊 说三月底以前会来有两种 一个是墨沙东的是一万人份 那辉瑞新的啊 据说呢 还是效果能比墨沙东再好一点点 他是两万人份 那讲起来也不过是三万人份啊 那对于台湾来看 先前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时候 呃 我觉得不只是老百姓啊 因为疫情缓和呢 呃 大家就觉得比较松懈 我觉得政府也是啊 那个时候在讲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不会用到啊 嗯 那这个干嘛去买呢啊 那这样问题你看 才说不会用到 现在啊 整个的疫情也算是起来了啊 那所以呢 在我们有余裕 台湾又不是没钱 我说实际上 你把这个钱乱七八糟用 你就不如去拿去啊 购买这些 大家至少呢 心里面觉得比较安心 如果说未来 我们要跟他长期共存的话 总是会用到的啊 OK 好 所以总而言之了 我觉得你要大家安心啊 我同意啊 某个人真要问我 我同意 我们应该要跟病毒共存啊 所以有些部分的防疫措施 尤其是跟服务业有关 不需要拉到太高啊 否则的话呢 呃整个经济会受到影响 你看这个观光旅游服务业啊 等等零售业啊 这个两三年了啊 怎么可以撑得下去啊 这个政府不断的发钱 也不是办法 呃我建设方来教练就跟我说 他他就一直问我说到底这波会不会再起来 他说呃如果再起来的话 他们真的很担心啊 这个公司会倒 那我说那过去你们怎么办 那他过去怎么办 呃如果说建设方不能呃 这个去去运动的时候 都是政府发钱啊 都政府发个两万三万 两万三万一直发 能够发到什么时候呢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呃也不是办法了啊 那所以呢 怎么样让这个经济能够 某个程度的活一样的 也不要讲活络 他至少可以运转 我觉得很重要的啊 那你要让整个社会运转 你的政府必须要 我们现在都不讲超前准备了 只只只期待你有一个很适足的准备啊 应该要有的疫苗 应该要有的口服药啊等等等 那这样子才可以呢 大家安心的可以去呃推的呃推广 这倡导 你去说啊跟病毒共存啦 不要担心啦 我们陈志东说 我们不不求啊这个零 呃这个清零啊 我们只求这个呃低风险 不求零风险 只求低风险 这话听起来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但前提要在于说 你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 让大家觉得能够安心啊 那该去订疫苗要订得到之类的啊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有关于啊 还包括这个疫啊 疫苗护照要不要推 那我就说现在的疫苗护照推啊 他的意义已经不太一样了 我就马克宏讲的蛮精准的啊 他的意义只在于说 我就是要让你觉得不方便啊 除非你是要这个样子 否则的话呢 呃你呃你你证明打过疫苗 不代表你不会染疫 这是第一个 也不代表你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是第二个 那呃但是呢 打了疫苗传给染给别人 我看这个英国的数据啊 他大概会缩短 就是如果你有打疫苗的人 你染了疫之后 你的病毒量 虽然可能还在 但是他在三天之内快速降低 也因此这三天之内有传染力 但是呢三天之后可能就没有 所以他传播的时间也会变短 所以看起来打疫苗还是有他的帮助啊 但是如果是你要说打了疫苗证明什么 证明说你都呃是健康的没染疫的 这部分可能未必 那你不会传给染给别人呃也未必 但是至少呃如果疫苗政策要推动 某些部分要推动 第一个可能就是高风险的族群老人家 没有打疫苗的青少年 这部分我认为还是应该要强强化 跟他们接触的人都要打疫苗 那此外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呃 让民间企业自行做选择 或者是说的话呢呃用疫苗护照去提醒 鼓励大家尽量的去打疫苗了啊 那我想这个政策的话呢是知识提大的 必须要更加的沟通 ok好所以呢这些呢是跟今天有关的啊 国内外的呃疫情疫苗 跟大家的一些防疫政策啊有关的消息 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就一样的 看的是欧美股市在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呃涨跌互见了啊这个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在美国的话呢稻穷是跌的跌了两百零一点七九点 说在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一点八一点 跌幅是百分之零点五六休息一会儿 好回到蓝薰时经啊他们刚刚讲到的是啊 这个稻穷稻穷跌啊那另外的话呢三大指数都是涨的啊 啊这个NASA指数涨了百分之零点五九 那snp1呢涨了百分之零点零八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百分之二点三三 ok那呃但是欧洲股市多半都是下跌的啊 这个德国跌了百分之零点九三 英国跌了百分之零点二八 法国跌了百分之零点八一 好那这个跌的部分啊这个是来自于呢呃 这个等于是美国了美国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 这个他的一些经济数字 那这个经济数字的话呢有两个数字比较受到关注 一个的话是工业产出 一个的话呢是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啊 多比预期呢来的糟糕一点 那这个十二月份的工业产出啊 这个原本预期是大概可以呃这个上升百分之零点二 结果呢跌了百分之零点一 等于是负成长百分之零点一 那另外的话呢呃 美式根大学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原本预期是七十 结果的话呢是六十八点八 所以这两个的表现都不怎么样 那另外的话呢 讲到一些零售销售的话呢也都是啊 这预期可能负成长百分之零点一的 结果负成长了百分之一点九 呃这个是呃零售的月报率 那核心的零售销售也是一样 预期百分之涨了百分之零点一 结果呢是负成长百分之二点三 所以呢总之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零售销售疲软啊这个这个事情呢 看这个数字看起来确实有点点呃比预期中的来的糟糕 不过有些呃这个企业就呃这个市场上面啊就逢低买进了啊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后来呢有些跌有些涨的原因啊 但是我觉得呃股市就这个样子啊有些好消息呢 你看就数字本身看起来啊或是现下面是好消息 那却造成了股下股价跌 有些的话呢目前看起来这坏消息却造成股价涨啊 那目前的话呢因为啊整个的通膨压力非常大啊 所以呢市场当中讨论认为呢销售零售销售疲软未必不是好事啊 否则的话呢现在不断的卖不断的呃这个又加上货币紧缩啊 那所以的话呢通膨压力越来越大啊 他们认为呢这个销售疲软这件事情的话呢 反而可以让呢呃这个企业传传气啊 然后库存的话呢可以稍微重整重整啊 却有可能呢可以去舒缓通膨的压力啊 所以呢这个不见得啊是一件坏事啊 所以这也是在市场当中呢有些涨的一些呃说法跟原因了 但是呢这也反映出来啊这个等于是在今年2022年同时要升息 同时呢又要去缩表这两件事情一起做 而且升息的话呢呃先前呃这个大家的揣测 或是说呃这个联总会的呃明的案的说 可能还有四次啊不止三次呃这个部分呢都让呃这个呃市场当中 我觉得呢压力非常大很担心啊这样子一个通呃就是嗯 缩表啊这个加升息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呃是非常担忧的一些事情了 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显现出来啊这个经济数字好跟不好 其实各有一些相关的解读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啊这个嗯 上个礼拜五这个相关的消息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嗯美中战啊跟美俄或者俄乌之间啊 这个地缘政治也还是有一些呢相关的影响啊 这个在地缘政治部分这边讲到说是美中的稀土战啊 这个悄悄开打美国的参议院在上个礼拜五的提出一项新的法案 要求呢美国的国防部的承包商承诺承诺呢在20260以前要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 那我们知道呢稀土是一个啊中国大陆往外输出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啊 所以呢在过去这些年每次呢大家说要抵制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呃如果对他有这个稀土需求的国家都会很伤脑筋 澳洲也是美国也是啊但是呢嗯显然的啊这个美国的参议院会这样的决定就代表说他们认定了中美之间的对峙不会是短期的 我想这部分部分的话呢这个态势越来越清楚是一个长期之间的战略对峙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拉高自己呢不受中国影响的各方面的战略自主 我想这是啊这个现在啊所有的影响到国际局势当中最清晰的一条主旋律啊 只是说他可能扩散的范围会越来越大那OK好所以呢这是呃这个美国参议院就要求他们要建立起美国的战略矿产的永久储备啊那所以稀土这个样子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部分也这个样子呢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都是会影响那些产业的就是美中那再来要讲的呢就是呃像是油价啊油价的话呢在上个礼拜五是涨的那是因为俄乌啊那所以俄乌目前的局势的话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台海危机是一个俄乌 但是一般目前国际之间都认为俄乌呢开战的几率比起呢台海来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呢呃普丁比起习近平难以预测而且呢在过去的呃史基斑斑啊他突然之间呢呃这个说打就打呃也不惜代价啊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普丁的一个特质吧啊所以很多人呃用沙皇啊大帝啦呃来形容他就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呃独裁者啊 那尤其呢就他这个算是一个习日的呃旧帝国他现在呢要去呃找回习日的荣光或是呢对他们内部来说不管是疫情不管是经济啊要去证明自己的呃这个重要性啊这个群力要继续抓都会很多次要采取啊这个呃开战新战啊这样的状况引战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让这个油价的话呢在上个礼拜五是上扬的局面啊 那你说真的会不会打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不是三次外交对谈吗啊这个美俄之间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美国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啊包括乌克兰都谈但是呢看起来都没有都没有结局就说呃这个美方跟北约不接受俄罗斯所说的就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啊也停止在一些前苏联国家放置一些飞弹的攻击系统防御系统等等那呃 那所以俄罗斯就觉得嗯所以他也不承诺啊他也就是不去承诺啊他虽然不断讲他不会侵犯乌克兰但是当你啊不接受他的条件的时候他很可能呃就会有呃任何的机会啊所以上个礼拜呃周末的时候这个美国不是说他们掌握到情报我说俄罗斯会反串啊会假装呃这个反抗军去攻击俄罗斯然后俄罗斯就有一个理由要去新战等等了那OK所以美国目前看起来 也是高度紧绷啊也是不断的寄出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吞乌克兰东部的话你会像是呃阿富汗一样他就说阿富汗呢美国的方法就是帮你扶植反抗军然后呢扶植20年啊让你呢呃想吃却吞不下有这种感觉了啊但是也很特别呃美国说扶植反抗军但他没有说我要帮你出兵我想这个部分在看待阿富汗在看待乌克兰的时候对台湾来说 台湾呃跟美国这么亲近啊但是对于整个国际局势当中呃所谓的利益的取向啊跟每个国家以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为优先这件事情我想都应该越来越清楚了啊OK好所以刚才讲到这个俄乌之间的状况让油价升高呃在上个礼拜五呢纽约的青青原油啊就上涨了百分之二点一就在每一桶八十三点八二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一点九 数代每一桶呢八十六点零六块钱美金OK好所以呢这是目前俄乌啊这个最新的状况所以呢现在这也都是呃国际之间的媒体呢在今天持续分析而且持续的关注这个话题就认为西方跟俄罗斯没有交集到底未来这段时间紧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想呢我们会继续的高度关注时间到了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